幸運圖提醒大家今天其實天氣還是蠻不錯的 請大家要特別要好好把握了 接下來透過亞洲溫度趨勢圖提醒大家 今天受到西南風影響暖空氣上來 所以各地的溫度其實都蠻高的 基本上中午各地高溫都會超過30度 蠻暖熱的 西半部的高溫大概30到32度 地形的關係中部跟台東局部高溫 甚至會來到33、34度甚至35度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曬 穿著最好是透氣舒適 只是早晚還是比較涼冷 像是今天的低溫 在本島是在桃雲大溪14.8度 還是要留意日夜溫差 早出晚歸還是要記得多加件外套 這是水氣的部分 今天水氣不多 幾乎都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只是明天就要變天了 因為明天封面接近 冷空氣隨時增強 北部跟東半部先會開始有短暫震雨 這是中部跟南部山區有些有局部的降雨 北部跟宜蘭花蓮的溫度就會開始往下掉了 雖然接下來這波冷空氣沒有很強 但是因為今天的溫度偏高 很多地方都有30度的高溫 所以明天就會感受到這個溫度的變化非常明顯 明天北部高溫平均大概只剩下17、18度 跟今天相差可是10度以上 而中南部的高溫也會略降 接下來透過亞洲雨圖提醒大家 一直到了禮拜四這個冷空氣還是會持續南下 而且加上華南水氣的影響全台灣幾乎都會有降雨 北部跟東半部整天都是涼涼冷冷 局部低溫大概只有10度上下 中南部也會有感 中部高溫大概降到20度左右 南部高溫22、23度 而禮拜五到禮拜六水氣會慢慢減少 但東半部還是有些局部的陣雨 冷空氣還是持續影響 要等到禮拜天這個冷空氣才會慢慢減弱 溫度才會緩慢回升 北部的高溫才有機會回到20度左右 而現在春天天氣變化真的很蠻大的 而且蠻劇烈的天氣變化 一定要小心不要感冒著涼了 接下來關心的是降雨的狀況了 今天相對來說水氣比較少 而且天氣真的蠻好 只是從明天開始 一直到禮拜四全台幾乎都會受到華南水氣的影響 都有降雨的可能性 而到了禮拜五到禮拜天水氣才會慢慢減少 而接下來要提醒您的是強風的部分了 今天是受到了西南風的影響 台灣的東南部包含了 蘭雨綠島沿海空曠處以及馬祖 都容易出現9到10級的強陣風 另外中部以北還是有一些比較強的陣風 所以現在沿海活動還是儘量要特別注意了 至於空氣的評分 品質也要提醒您 今天一直提醒到今天是一個西南風的環境 水平的擴散條件相對來說比較良好 但是竹苗以北就是要注意了 現在竹苗以北是處於一個下風處 容易有一些污染物的累積 所以竹苗以北如果過敏族群出門 最好是戴上口罩 最後來關心的是各地的溫度趨勢 首先是北台灣的部分 北台灣今天的高溫都有機會是突破30度 有機會來到32度 但是要注意了 明天的高溫就會一路往下降 恐怕不到20度甚至只有17、18度 一定要注意這個天氣變化了 至於在東台灣的部分 中台灣今天天氣同樣是很不錯 高溫32、33度 而明天受到了冷氣團 影響這個高溫也會有明顯的降幅 大概只剩下25、26度 至於在南台灣的部分 南台灣其實冷空氣明天影響的感受 還沒有那麼強 一直要等到禮拜四、禮拜五 這個高溫也大概只剩下21、22度 至於在東台灣的部分 東台灣今天其實這個高溫 大概只有29度 頂多30度 而明天開始同樣會受到了冷空氣影響 所以高溫也會有明顯的降幅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盡好新聞